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感恩各位超馬同學大家好 好 我最勇敢 李宗盛 剛剛各位新竹的同學說 他70歲是來超馬這段時間最快樂、最幸福 其實我來這裡也是70幾年來 最快樂、最幸福 上個禮拜穿了一件洋裝 還跟營運長分享 因為那是我讀國藝的小孫女 帶淘寶 幫阿媽買的生日禮物 但是雖然不是很… 不是很高興 阿哥是很高興 很高興 很高興 可是喔說真的 根據引起審美的眼光 真的是超越三宅一宅 三宅一宅一套要三萬五萬十萬 我覺得他那一套能量長起來 你看穿起來真的是好看啊 真的是不輸走秀的T台的Model 謝謝營運長 因為來擦碼能量提升 還有心情變好 我感覺這個孫女跟阿嬤的互動 因為我有七個十五孫 謝謝 謝謝 所以十五孫跟阿嬤的互動感到是更親密 更融洽 所以國一就一個小女生 她還記得阿嬤的生日 自己跑到淘寶 先把阿嬤的生日禮物 喔真的超感動的 所以上個禮拜穿過來就 告訴秀民長 這是我的生日禮物 所以 學習超馬真的是 在我的一生當中是最快樂 其實我一直都很幸福 家庭一直都很幸福 可是我不快樂 可是進入超馬之後 就 蔡旅旭老師說 有沒有睡到笑醒 常常會這樣 莫名其妙的就坐在導師的法廂前 就這樣跟導師對話著 就有那種一種公明的感覺 這個導師怎麼這麼帥 自己一個人跟導師這樣坐著對話著 看導師看著老師看著老師 這事實可是 太久沒看到帥哥 所以真的很感恩 有很感恩 有這個機會 剛剛跟那一程 學姐跟那個 曾經到 學姐在討論說 他們都沒有接應了 我說有 都自己看到療癒圈 自己跑去找靜音會 接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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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自己走路 走進超馬的 所以我們有手 所以真的是 超感恩 太陽功夫 有這個安排 這個 千年之夜 這是真的 真的 不然怎麼看到一本療癒圈 你怎麼 就有一種 莫名的鼓勵 就自己真的 就跑去找靜音會 對不對 好 謝謝 你認識我 謝謝 謝謝